天蚕宫和灭绝宫同然所述 一正一邪威力巨大 天蚕宫是武当七绝中的上乘武功 此宫施展时掌心会流窜出两道金弓 还会变着蚕丝缠绕对手 威力强到令人发指 灭绝宫乃是无敌门历代门主所有 练到第七层便可刀枪不入 掌力更是强悍凶劲 能喷出紫色气体 具有超强的杀伤力 如果您问天蚕宫和灭绝宫谁更厉害 必须考虑江湖上新出现的一种名为 心魔大法的武功 也叫杀人心跳 运弓时刀枪不入就像蛤蟆罩起 其作用是能控制敌人的心跳 这三种武功究竟谁才能笑到最后呢 今天为各位带来一部武侠奇幻片 天蚕变日不依神像 这天无敌门门主独孤无敌欢喜出关 原来他闭关两年苦练灭绝宫 已达到第十重 而手下却告诉他死对到燕冲天已离世 没有对手岂不是太无趣了吗 随后手下又说 企图云飞扬已练成天三公 于是独孤无敌带着手下 气势汹汹地去武当派向云飞扬挑战 可并未见到他本人 对此独孤无敌打发雷霆 声称见不到云飞扬叫打太杀进 一名小道士声称云飞扬有事下山 七天后才回来 独孤无敌只好同意 但放下狠话 若是七天后见不到云飞扬 就杀武当片甲不留 这期间下山者格杀勿论 原来云飞扬根本就不在山上 他因厌倦江湖和妻子伦婉儿隐居了起来 至于隐居在何处武当也不知道 殷平吧又不是独孤无敌的对手 幸好还有七天的时间 于是由弟子谢平从后山溜出去寻找云飞扬 可人海茫茫毫无线索 犹如大海捞针 叶小二建议谢平去找不宜神像 听说不宜神像就在这条街上 可究竟哪位才是呢 谢平好一番寻找 却遇到了江湖两个骗子 随后失望地回到客栈 没想到一个自称不宜神像的男人就坐在对桌 其出谢平以为又是冒牌货 与其较量了起来 没想眼前的男子竟然是武林高 还极力解释自己就是不宜神像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可没走多远 谢平就受到无敌门弟子的围攻 理由是谢平擅自下山 危急时刻 先前自称不宜神像的那个男人为其解围 不过几招就将小罗罗们给收拾 真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眼前的男子就是不宜神像本人 原名李不一 更巧的是他见和云飞扬是好友 虽说直到云飞扬的住所 可眼下和无敌们的七日之约只剩三日 与此同时 五大门派的高手来武当支援 对飞扬跋扈的无敌们 他们早就看不惯了 想着六大门派联手搓搓无敌们的锐气 忽然一阵烟雾袭来 四个东营武士出现 他们手段极其残忍 自称假贺派 和六大门派的高手打了下来 除了这四人之外 还埋伏着一群黑衣人 当谢平带着李不一赶回来时 看到的却是六大门派的盒犯 而且无一活口 谢平误以为是无敌们座 随后将此事转告给了师兄云飞扬 而云飞扬立马同意重出江湖 与此同时 独顾无敌也得知有人在冒充自己杀害六大门派 一时之间气急败坏 这时手下来抱云飞扬夜闯白虎堂 赶过来一看 但却是一个冒牌货 虽说造型和云飞扬差不多 但绝不是他本人 一番较量下来 独顾无敌发现此人使用的是贾赫派的武功 尽管如此 他也不是独顾无敌的对手 原来刚刚领合犯的 是贾赫派门主仙月苍龙轩的师弟文次郎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挑起无敌们和六大门派之间的仇恨 让其自相残杀 坐收渔翁之力 妄想称霸武林 仙月苍龙轩的武功自然是不凡 他自上了一套名为心魔大法的武功 运功时刀枪不入可以控制敌人的心脏 令其暴雪而亡 而文次郎之所以冒充云飞扬 是想见识一下独顾无敌的灭绝功 但既不如人有去无回 很快独顾无敌和云飞扬迎来了大决战 决战前 独顾无敌还是向云飞扬解释了前因后果 六大门派是被贾赫派所杀 还有文次郎的合范作者 今晚解释 云飞扬表示改日再战 眼下自己要去查明真相 可身为武痴的独顾无敌却不同意 云飞扬只好接受挑战 这一战两人打得天昏地暗 手掌先发出蓝光的誓天惨功 而灭绝功则是已轻易死 独顾无敌的掌法刚进霸道 起初云飞扬有些手下留情 但面对既有实力又苦苦纠缠的独顾无敌 袁飞扬不得不全力以赴 彼时的过程非常精彩 尽管云飞扬使出绝招可还是落了下风 千军一发之计 李不仪用竹签拦住了独顾无敌 还吩咐伦网儿带着云飞扬先走 随后李不仪接着看向 和独顾无敌聊了些 还看出了独顾无敌有兵在身 一番忽悠之后 李不仪得以开溜 此时谢平正在河边接应云飞扬 虽说摆脱了独顾无敌 但受到贾鹤派武士的围攻 而云飞扬因身受重伤 无力还手 全靠任网儿和谢平奋力保护 依然寡不敌重 任网儿还是落了下风 危急时刻 李不仪赶来相救 平静之后两人商量 去找神医赖药儿为云飞扬至上 与此同时 独顾无敌见感身体不适 于是招来诡异蓝心族 经诊断 蓝心族告诉独顾无敌 此病是因为练功过度 性格暴躁所致 外界的药物只能治标不治本 得做善事 而且修身养性不可冲动 再说 李不仪和伦网儿 为了保护云飞扬 受到贾荷派高手的袭击 两人值得奋力一搏 贾荷派忍者的武功 也是变化多端 整个过程非常精彩 最后 两人历经千辛万苦 将云飞扬带到神医赖药儿处 没想到 赖药儿不愿就江湖中人 于是 李不仪也给伦网儿 出了一个主意 用激将法 将赖药儿说服 虽说赖药儿答应魄力之谈 但缺少一味要千年人身 话说 这千年人身 在诡异蓝心族处 作为同行 两人斗了几十年 关系不咋地 为了求得千年人身 赖药儿亲自出马 还喝下蓝心族调配的三大毒药 一番较量下来 赖药儿得到了千年人身 还将蓝心族的三大毒药一一化解 最后 赖药儿取出寒潭之水 捡起了药 没想 寒潭竟然有一大器官 满月盒在生时 而云飞扬 借着满月盒在生时的光芒 以及他身上的天蚕宫 竟结起了剑 这个过程 是天蚕宫的最高境界 天蚕在变 而另一边 仙月苍龙轩正在向独孤无敌挑战 起初两人硬杠孤独无敌 占了上风 可当仙月苍龙轩使用心魔大法时 独孤无敌就显得有些吃力 首先是因为大病出狱 再加上独孤无敌的心脏不好 没过几招就领了盒饭 鬼一蓝心族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为了让云飞扬等人有所防备 便提前向他们讲述了 心魔大法的过人之处 李不一想到破解之法就是利用声波 很快满血复活的云飞扬和仙月苍龙轩 迎来了大决战 单论武功而言云飞扬取胜 可当仙月苍龙轩使用心魔大法时 云飞扬的战斗力就减弱了 幸亏李不一敲骨干扰 而仙月苍龙轩立马改变了战术 逐一击破附近的大骨 就当他在使用心魔大法时 李不一却用铁周临时做了个骨 就这样仙月苍龙轩的心魔大法被破解 而云飞扬也趁机使用天残弓 仅一招就将仙月苍龙轩打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其实是天残变的续集 是一部很老的武侠片 现在看也非常不错 相关电影解说都以上讲 欢迎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